葛亮大事不好 主公何事惊慌 是这样子的 今天早上我醒得很早 有句话叫什么来着 早起的鸟儿有虫肚 于是我想和甘夫人来个窝里斗 您猜结果怎么着 怎么着 甘夫人给弄丢了 主公好厉害 滚犊子 我这是自命意思 你不是能下汇算吗 快给我算算甘夫人去哪了 主公 有件事我憋得很久了 今天我必须要一吐为快 葛亮但吐无妨 那您稍等 我总之一下语言 尽量表达得婉转一点 有了 我想问的是 就你这个德行 是怎么娶到媳妇的 你这叫什么话 虽然我外表风流替躺 仪态万方 但内心纯洁又高尚 女孩子见到我 都是一拍即合 就你这粗重有戏的 我身长八十 也没敢吹这个牛啊 什么玩意儿 张口就是八十 你当我刚从猴子进化过来是吧 没骗你 我量的遮遮的 正好就是八十 游标卡时量的 游标卡时 我这不是跟你讨论一下吗 你咋还认真了 我就是想请教一下 怎么样才能娶到媳妇 既然你诚心诚意的问了 我就大发慈悲的 赐你四字真言 丑的赵沙 卧槽 你这是跟哪个菜大师学的 反正不是那只菜鸡 道理我懂 但娶个丑媳妇 都没面子呀 甜面子 没媳妇 你那张脸和屁股 有什么两样 这么说 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确实有点过分 屁股还有伴呢 你有吗 造次了 我还有一个问题 媳妇我想娶 但彩礼我又不想给 干完主公 又该如何应对呢 你这话问的 有我二弟那味了 这还不简单 你拿媳妇的嫁妆 当彩礼不就行了 这不妥吧 那我媳妇 岂不是没有嫁妆了 你可以再娶个媳妇嘛 把小媳妇的嫁妆 给大媳妇 那我娶小媳妇的彩礼 从哪来呀 你再娶个三媳妇 把三媳妇的嫁妆 当小媳妇的彩礼 好家伙 这是二凤厨教你的吧 这他妈什么庞氏婚姻 不是你自己 要有荡有利的嘛 少废话 快给我办正事 行吧 多重 那应该有个几斤几两吧 不是 你是你媳妇老公吗 yes 一提意思 那你咋啥都不知道呢 谁也没事 记这玩意儿啊 不信你问问在座的 各位观众老爷 谁也记得媳妇的身高几重啊 那你好歹提供点 有用的信息啊 对了 云长一直都是 甘妇人的保镖 找到云长 可能就找到甘妇人了 那云长的基本信息 你有吗 五二弟身长九尺 燃长两尺 重四百斤 面若重造 纯弱土脂 卧残眉 单凤眼 鹰狗鼻子 蛤蟆嘴 螺旋屁股 飞毛腿 行了行了 我已经推算出云长的方位了 甘妇人果然和他在一起 是吗 他们在干嘛呢 甘妇人 找你来主要是因为 云长中了毒箭 必须要刮骨疗伤 原来如此 莫非是我能帮上什么忙 没错 老夫出门走得急 忘记带刮骨钢刀了